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今天的荣耀时刻 KPL春季赛常规赛来到第十周 本周QJ Happy2比0战胜AJ超完会的比赛让人轻叹QJ Happy的实力 前期AJ超完会哪吒上路拿下对手一血 并且拿下两条暴君 在前期建立了一些小优势 而11分钟QJ Happy却率先开主宰 AJ超完会过来包夹 QJ Happy放弃主宰与AJ超完会展开决战 打出一波一换四后收下主宰 最后配合主宰连破中上路高地塔 完全将劣势打成了优势 15分钟 QJ Happy扬检偷家 虽然AJ超完会的输格量及时回防 可依旧没有挡住扬检的强拆 第二局比赛双方非常谨慎 2分钟时 AJ超完会成功针对下路的马可波罗 拿起一血顺势收下暴君 AJ超完会不断想要针对对手的上单露娜 QJ Happy及时的反蹲 没有让对手得逞 双方互不相让 12分钟 双方在上路蓝buff处爆发团战 弗赖的露娜 撕血 秀翻对手 拿下三杀 QJ Happy团灭对手 拿下主宰 16分钟 QJ Happy直接中路强推 中路高地塔直接被破 AJ超完会圈圆手机地 QJ Happy将三路高地塔全部拔掉 QJ Happy撤退时 AJ超完会追击不成 两人反被杀 QJ Happy直接抱团强拆 拿下比赛 这场胜利也让QJ Happy 完成了对AJ超完会的双杀 也让大家更期待 他们季后赛的表现 常规赛表现并不亮眼的 AS仙格 本周对阵JC 面对黑马JC AS仙格展现出了 未免冠军的气势 2比0拿下对方 首局比赛10分钟左右 仙格就以10比2的人头领先 13分13秒 就一波强推带座比赛 第二局比赛 尽管JC顽强抵抗 举一就被仙格正面击败 AS仙格也顺利进入季后赛 表现稳定的违范 在本周战胜JK后 也是锁定了一个季后赛名额 第一局比赛10分钟 威范就领先接近1万经济 凭借前中期的优势 威范顺利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比赛 如同第一局的翻版 7分多中 威范就将经济拉开到5000 JK无力抵抗 威范也成为第7支 进入季后赛的战队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7分棒的情况 前三是QJ Happy XQ和AJ超完会 JC最近连败之后 调到了第四 Estar紧追起后 第六和第七 分别是顺利晋级的 AS先格和威范 YTJ和Sweeper 位列第八和第九位 这两支战队 将争夺最后一个 进入季后赛的即位 场规赛最后一周 Sweeper将对战XQ 相信Sweeper势必全力以赴 而QJ Happy 将面对AS先格的挑战 前者是目前的联赛霸主 后者则是未免冠军 谁胜谁负 也将是一大看点 那么结果如何 锁定荣耀进行时 持续关注KPL精彩赛事 在游戏中 主宰一直是对阵双方 争夺最激烈的一个部分 围绕主宰的团战 往往能影响一场比赛的胜负 在第十周的比赛中 就这么几场 因为主宰改变局势的比赛 那么本期的熊探武略 就来为您解析 KPL第十周 频频出现的主宰争夺战 接下来将画面 交给我的老搭档 瓶子 好的 感谢基尼 本期的熊探武略 给大家解析 在KPL春季赛常规赛 第十周 频频出现的主宰争夺战 在分析比赛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主宰的基本机制 在《王者下谷》中 有两个远古Boss 一个是暴君 一个是主宰 在击杀主宰之后 可以获得一个 全队的持续回血的Buff 并且将接下来三波兵线 全部替换成主宰先锋 通常顺风局的战队 破不了敌方高低的情况之下 会选择击杀主宰 获得主宰先锋的帮助 而逆风局的战队 在强调主宰之后 可以缓解兵线的压力 并且反超经济 来实现翻盘 在第十周的比赛上 主宰争夺战 最精彩的当属 Sweeper与AS先格的 第二场比赛了 从召唤式技能上 可以看到 为了稳住中后期 对暴君和主宰的控制力 AS先格选择了双成绩 但是这一局 Sweeper的阵容 要优于AS先格 牵制了敌方的露娜 导致AS先格这一局 是缺少了一个成绩 来争夺这个主宰 再看 东皇太一的走位 压制了AS先格 众人的位置 为鱼姬创造了一个 非常完美的 争夺主宰的一个时机 而且鱼姬的 一技能伤害 要比成绩高得多 所以非常顺利的 就收掉了这个主宰 但没有想到的是 Sweeper用同样的方式 又在24分钟 二度抢掉了主宰 可以说潇洒将鱼姬 理解到了极致 算准了鱼姬的技能伤害 再加上兰博辅助 为了完美视野控制 和走位压制 灭掉了AS先格的翻盘机会 通过前两局的教训 AS先格看破了鱼姬 对主宰争夺 具有天然的优势 所以抓住了鱼姬 在下路的机会 立刻发起了进攻 可以看到这次的进攻 有着迎阵大招 远距离的消耗 可是能够发现 杰斯的花木兰 立刻用肉体 挡住了迎阵的大招 并且东皇太一 逼退了马可波罗之后 控住了达摩 此时的高剑离 大招进场 再度抢掉了AS先格的主宰 连续三条主宰的丢失 让AS先格士气大跌 最终被Sweeper 携两路超级兵 破掉水晶 连续三条主宰的丢失 如果说AS先格是运气欠佳 倒不如说是布局不到位 首先是人员 在敌方又有三人以上的情况之下 就不适合主动进攻主宰 除了AS先格之外 在第十周 第三日 AG超玩会和GK的比赛上 再次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在阵容上可以看到 AG超玩会选择了 孙并和布之火舞 这两个英雄都和鱼姬一样 有着高额的远距离技能伤害 并且AG超玩会 这一局也在红色方 有着地理位置优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镜头 在14分钟的时候 GK抓住了达摩残血 以及养碱下路带线的时机 开启了主宰 并且安排了曹操以及吕布 一人一边去阻挡 AG超玩会的技能 可是并没有安排人 去卡住草丛的视野 被老帅的布之火舞 一扇抢掉了主宰 导致GK前期的2000经济差 荡然无存 最终AG超玩会逆风翻盘 2比0战胜GK 不论是仙格还是GK 都能够发现 在赛场上 顺风或逆风局的战队 对主宰的需求都十分巨大 但是不能因为需求 而蒙蔽了双眼 希望通过第十周的比赛 可以让更多的小伙伴们懂得 不要去盲目地进攻主宰 有时候推塔 才是更好的选择 本期的熊套武略就到这里 接下来把画面交换给金理 感谢瓶子的精彩分析 在KPL的赛场上 如果说谁是第一中单 大部分人第一个想到的 应该就是AG超玩会的老帅了 既玩得了稳扎稳打的英雄 也能在某一场比赛 突然袖翻全场 你永远不知道 他下一场会拿出哪个英雄 在KPL越来越多信任涌入的情况下 依旧保持着自己的强势 无惧各方的挑战 本期的王者雄风 就来为你讲述老帅的勇者之路 好 大家好 我是A超玩会的老帅 这条路的话 机缘巧合吧 还是就是想找一个 自己真正喜欢 然后愿意去付出 去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职业路比较难走 而且时间很多要利用上 平时可能 如果可以出去看电影 或者玩玩其他游戏 我更愿意选择 我继续玩玩中药 就是你对待你的工作 一定要真的用心以及认真 就是你真的要 全身心地去投入到 你所做你喜欢的事情里 你才能把它做好 中路的话其实作用就是团队稳定的输出点 能保证自身的发育 保证美国团自己能为团队提供足够的输出 这就是中单最大的价值 过去了 要抢开自强 他抢到了 这一扇子 国府第一中单这种投衔的话 我觉得其实就是团队游戏嘛 没有出了那么多个人的东西在里面 论个人技术 其实也不怎么好分辨 谁究竟玩得比谁好 只是更多的是大家的配合 默契 一些团队的东西 我觉得更重要一点 拿别人跟我比的话 其实就还挺开心的 觉得就是大家对我的一种肯定嘛 除了说这个版本 大家会有很大的差异的话 我不觉得 要硬说优势 我觉得我可能经验更多一点 毕竟我们队的磨合的场次也比较多 而且像我比赛 从开始有四年赛开始到现在 我一直在打 所以就这个方面会好一点 我把这个游戏首先一个策略吧 就是我觉得跟下象棋一样 就是我要怎么去全盘布局我的思路 然后就是个人的操作 以及我能杀谁去秀谁 是次要的 更多的 更重要的其实是我整场 我想用一个什么思路去做 其实晋级级季后赛以后准备的话 像我们的态度其实也不说 只是为了这些常规赛 这些季后赛 或者是关注亚军的目标而定 我觉得好一点的态度 其实是我为了队伍的整体的提升 我队伍为了队伍的实力 然后以及我发现队伍什么问题去解决 我觉得这个目的要好一点 毕竟顺服心要有 但也不能给自己太大压力 我觉得我就是我 只要坚定信念 就不怕任何挑战 好了 今天的节目也要进入尾声了 大家记得要持续关注荣耀进行时哦 当然也千万别错过节目话题讨论 本周的糊涂话题是 你最看好哪支队伍能够在最后一周 杀入季后赛呢 咱们屏幕下方的阿维玛 将你的留言通过微博评论的方式告诉我吧 好了 本期的荣耀进行时就到这了 我是Jenny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